我们用网友又有新的需求说说神话 这个大家其实都感兴趣 但是有些人很排斥就因为不相信这些的存在 然后强调现在科学年代 首先我们拿自己开始说 真的是亲眼亲耳亲身经历的 附在一些身边的 事情 我是有什么入的这个悬门呢 有身体差 这个是直接原因 当初 这个器官也切那也割 因为家里没有正知正见 觉得这是为你好 到现在还在这么想 实际上对身体的影响 就是西方的这套名词 然后我就酷了酷了 它软肋是活动的 结果其中一边 扣出来 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扣出来 没回去 那这个在小的时候 气血未成 经脉大乱 这个是损伤非常严重的 疑死 疑死呢 后来导致很多的病发症 有的非常严重 常年 自己这么过来 那痛苦只有自己受 别人是不理解 没有用 那 就由此直到17年 才开始经历 一个人 一个梦 然后 紧下来 后面很多 很奇怪 很神奇的事 就出现了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只是 说 09年啊 大概那个时候 从小呢 当然也是 好奇心很强 但是 凡事 要究竟 为什么 那 很多 就说科学嘛 啊 我们要探求这个 真理 怎么样 这个初衷都是一样的 但是当看到这个 说八字 说这些排牌一排出来 人的这个命运可以算 然后算起来又 那么神奇 那不得不信 然后再去研究其中的 道理 所以在走这个路 那直到了 这个病 后来这个事儿 才 从山一星象谷啊 从这个命 又真正接触到了这个 山跟一 自古叫污补星象 也是不分的 三跟一 甚至都不分 污补者啊 最早先 甚至教皇 类似这种 有至高的 因为通天彻地嘛 这种本领的人 那是很高水平的教授 通天者 那比教授 有 我们现在说的要厉害得多 甚至有的地位很高 有的本身 那个首领 他就是这样 要么就是他周围的 然后 真正进入这个道门 开始练 那个梦里啊 给你传的 就像我们看的那个金额小说一样 掌对掌 半弧形的气障 啊 还有那种军裂 桂裂纹啊 梦里那个人 就是现实中 帮我治疗的这个 我们一节一节课 再说 神奇的事 还很多 醒来之后呢 就刀枪棍棒 那下地址什么都会 还有别的 自发生口意 再说 很有意思